这里可不是X战警里的变种人学院 但里面的超能力学生不一定会输给X战警 有身为高二学长的雷射眼 还有他的同桌冰雕袖子 还有练习时长两年半的见习练习生昆妹 爱好rap跳舞 还有召唤出无数的小黑子 一群初来驾到的新生 引起了两个高年级恶霸 快过闪电侠的肥闪 和会果摸果摸诺的橡胶人授飞的注意 告诉他们来到自己的地盘都聪明点 该孝敬的孝敬 美国的爷就是爷 别不服气 索性身为超人学院排名第一的电磁女出现 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不过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一场陆学测试 根据超能力强弱 将他们分为英雄班和辅助班 而站在他们面前的评判人 正是从鬼玩人里杀出一片血天 现在卫猎仙班的墨教练 尽管这位小男孩年纪轻轻 但一用力瞬间变身成一个庞大的石头巨人 举起十吨重的麦巴赫如同举个玩具一般 毫无疑问地进入了英雄班 当然小黄对此感到不满 深吸一口气 开始展示自己的能力 他大喊着你没看见我在发光吗 教练以为他在开玩笑 然后轮到了小眼镜的时候 他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变成了一坨番茄酱 果不其然是辅助班 这位小黑帝展现出了不同反响的本事 他直接吐出了一口发酵了八十年的老坛酸菜 辅助班这下肯定跑不掉了 但再看过去 好家伙 他毫不费力地挤进了英雄班 轮到这位小男孩 聪明如他 直接变成了老师 以纯实力挤身英雄班 而这个小姊妹只能变成了一只小老鼠 果不其然被分派到了辅助班 然而轮到蕾拉时 他拒绝了展示 蕾拉认为超能力应该用在刀刃上 而不是这种不合理的主观判断 这番话显然激怒了教练 直接把他分配到辅助班中 最后则轮到了我们的男主角威尔 他是个纯粹的超级英雄第二代 他的老爹是传奇英雄一拳超人 力量无极限 不论对手强大到何种程度 一拳就能化解一切问题 而他的老妈则是Wonder Woman女飞侠 可以以超音速飞翔 半秒钟绕地球八圈 可惜的是这对传奇夫妇的儿子威尔 并未继承超能力的基因 但他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一直假装拥有无敌力量 然而在这场展示中 威尔终于被迫接下伪装 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事情 但人们不相信 作为英雄二代的他没有超能力 于是老师毫不留情地 要验证他所谓的超级力量 威尔不情愿地上场 结果上学第一天差点被压成肉饼 难道他继承了母亲的飞行能力吗 然后他从测试车上弹了出去 肋骨直接断了两根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相信了 他是真的没有超能力 这次的展示成为一场甘大的揭秘 不过至少威尔他坚守真是不再假装 来到校医室 威尔在老校医的诊断下也无大碍 鉴于多年来 他对超能力小孩的观察 的确有一些超能二代先天条件不足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其中他提到了这两个小孩 第一个想必观众都耳熟能详 就是我们的好邻居四百大妈 第二个大部分观众应该不知道 他所提到的应该是上世纪美国的B级片 《独魔复仇》中的反超音 在电影结尾的画面中也能直接看到 但是依然有极低的概率 超音二代也有可能没能继承超能力 这一消息让威尔备受打击 回到家后 他本想坦白一切给父母听 但却发现他们异常兴奋 似乎有了重大的惊喜等待着他 他们不仅给了他进入家族秘密基地的权利 还亲自带他参观了这个神秘之地 在这个基地中 他看到了一堆珍贵的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将来也是属于威尔的 在他的父亲眼里 儿子踏上超人高校的阶梯 几乎等同于成人里 这标志着他们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超人家庭 看着父亲满脸幸福的表情 他的嘴里的话最终被逼回了肚子里 只好陪着父亲假装高兴 在辅助班里 他和同学们一起练习各种辅助工具 比如便携式钩子和补网还有救生艇 虽然威尔没办法当作正式的英雄 但他也遇到了很多真心朋友 可当父亲听说他们的超能力只是一些边角料时 他还误以为是儿子开怀大度 交友不堪对方深浅 威尔借此机会向父亲坦言 父亲顿时愣在了原地 虽然他心里失望不甘心 但他更爱儿子 在妻子的安慰下 还是暂时接受了这一现状 然而第二天事情迎来了转机 威尔端着饭盘正打算和朋友大快躲一 橡胶男孩伸长胳膊 直接绊倒了威尔 饭盘全部散落在火男的面前 威尔的超人父亲曾将他爹送进监狱 可以说是失仇了 他站起来不由分说直接抛出了一个火球 当盾牌的盘子被完全烧毁了 威尔在火球中反复躲闪 刚跑了几步 橡胶男又使坏了 威尔直接摔了一只狗吃泥 火男根本没有放过了他的意思 吓得威尔赶紧钻到桌子底下 火男追上来开始左右开弓 这股气从开学看到威尔就憋到现在 今天他要全部发泄出来 这时威尔的好伙伴们纷纷前来支援 就在火男准备对他们下手的时候 威尔潜力爆发苏醒了 用父亲超人的力量轻轻地把火男扔了几丈远 谁知道火男不去不挠 和威尔正面对钢 最后倒在了灭火器的淫威之下 虽然事后俩人被校长罚到禁闭室 不过这一突发事件 让所有人看到了威尔身上的超能力 威尔也直接晋升到了英雄班 在这里他终于与梦中女神电磁女成为了同班同学 看得出来电磁女对威尔也有所好感 见威尔刚来动手能力还不强 就帮他做了一把冷冻枪 还主动请英帮他私下辅导功课 威尔也是满心欢喜 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关系 此外威尔和他的跟班朋友们也渐行渐远 包括他的发小蕾拉 威尔提出请蕾拉吃饭来道歉 结果蕾拉在约定的餐厅等了一整夜 但威尔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一心扑在电磁女身上 电磁女也讨得她父母很是开心 电磁女则邀请威尔的父母 作为年度嘉宾参加校友舞会 这对老夫妇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校园中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英雄大赛 肥闪和橡胶人化身为罪恶势力 而威尔和火男则组合成我们的超级英雄 他们的任务是在短短三分钟内 从坏人手中解救人质 否则他们就game over 废话少说比赛开始 橡胶男延长了800米的手臂 把队友肥闪弹射出去 超级英雄双双倒地 紧接着橡胶人意图把火男包裹成一个大肉粽 这是你自找苦吃 火男点燃了全身 差点让橡胶人引火上身 火男持续发力 一个阿道根瞄准男 结果差点烧了教练的帽子 而威尔那一边 根本追不上肥闪的速度 被他耍得团团转 在威尔站起来之前 肥闪再次向他撞去 足足转了800圈 威尔再也忍不住 只见他猛然跃起 对着地板发出鬼天灭地的一击 直接将这两个坏蛋冲散 然后他迅速抓住橡胚男 用手臂将他牢牢绑在柱子上 比赛已经进入倒计时 他们必须抓紧救人质 但就在此时火男却陷入了险境 肥闪围绕着火男光速奔跑 形成了一股漩涡 将火男周围的氧气快要抽干 他即将丧膝而亡 威尔瞥了一眼火男和即将归零的倒计时 最后决定先救出火男 他抬起肥闪然后迅速释放 他就像被发射的一颗子弹一样射向目标 随着倒计时的最终结束 超级英雄队成功赢得了胜利 让众人大吃一惊直呼牛批 放学后电磁女孩特意在威尔家 为他举行了庆祝活动 但唯一没有邀请威尔那伙跟班朋友 经典美式霸凌了属于事 这时雷拉碰巧路过 不自觉地走了进去 但她一进屋这些英雄般的学生 就投下了奇怪的目光 他们显然看不起辅助班的同学 这时电磁女和威尔刚刚在秘密基地 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看到雷拉的到来 电磁女立即作为威尔真正的女朋友上前示威 这地方不收垃圾小丫头 这不欢迎你 给我听好了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超屌的派对 你猜猜谁没收到邀请 是你哦丫头 赶紧回家找你妈喝奶去吧 当威尔来的时候 她只看到雷拉悲伤而愤怒地离开了 直到现在 威尔才意识到她真正关心的是雷拉 她立即甩掉两面派的电磁女 一遍又一遍地给雷拉留言 约她在老地方见面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人只有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在校友会这个大日子 所有学生和家长都汇聚一堂 但威尔却独自一人待在家里 她静静地观看着父母的校友记录 却在意外之中发现了一段令她震惊的信息 原来电磁女竟然是20年前的反派麻烦之王 而且更让威尔感到不安的事 父母从她手中获得的奶娃枪不见了 威尔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桩大事 一股紧迫感涌上心头 而此时的校友会上 电磁女也露出了真面目 瞬间变成了铠甲勇士 召唤雷电之力关上了大门 然后她拿起婴儿枪 开始疯狂输出 每一个受到攻击的英雄 都会立刻变成一个可爱的婴儿 连威尔父母都不例外 火南带着同学们紧急撤离 穿越黑暗的通风管道 小黄的发光技能终于派上了用场 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就在紧急关头 威尔匆匆赶来 正式见到这盏光 她才成功找到通风管道 将他们从黑暗中解救了出来 威尔深感愧疚 通过真诚的道歉 获得了雷拉和她的朋友们的和解 然后他们分开行动 威尔前往救人质 而剩下的几位同学 则解决这伙反派跟班 即使他们被分配到辅助班 但关键时刻 他们也能发挥出各自的作用 小眼睛变成番茄酱 把橡胶人引到厕所里 成器不备让她尝尝老八密制小汉堡 然后出去又帮助火南滑倒了肥闪 把她砸进了墙里 而雷拉才是最被低估的那个 她控制植物的能力堪称逆天 无数的藤蔓深处 把昆妹连同她的分身 细数束缚住 与此同时 电磁女准备带着这些可爱的孩子离开 因为她计划建立一所超级坏蛋学校 把所有这些天生超级能力的孩子培养成坏蛋 幸运的是 在关键时刻威尔冲了过来 电磁女率先发起进攻 在火箭靴的帮助下 威尔冲破了墙壁 把她按在地上摩擦 威尔努力抵上 但一不小心被电磁女击出到一万米的高空 但就在这时 威尔唤醒了母亲的飞行能力 她俯冲下来 用重拳打碎了电磁女的邪恶面具 但她临死前激活了反重力系统 整座学院失去了福利 开始向地面快速掉落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变成小仓鼠的妹子 咬对了那根红电线 威尔才能顺利撑起整座学院 故事的最后 大头博士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人们恢复了原状 威尔也与自己的心上人终成眷属 那些反派也被关进了禁闭室 没有一人受伤 这个迪士尼出品的何嘉欢电影 也终于迎来尾声